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现在我觉得她特别无力取闹 我做什么她都觉得不对 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她对我挺好的 可现在我觉得她只想着自己 根本一点都不在乎我 她特别不成熟 特别幼稚 什么事都异想天开 而且总是拿我跟前男友比较 我真的很烦 我做什么都不对她心思 她总是打压我 我本来就比她条件好 但她身边还总围着一些异性朋友 根本就不懂得珍惜我 有请地队情侣有请 小富22岁来自天津学生 有请 小李22岁来自山东学生 有请 网恋是吧 对 当时是在社交转善上当时认识的 聊着聊着 然后就熟了 熟了之后我俩就见面了 见面之后开始升级关系 然后后来我才在一起了 谁提出的升级关系 当时是算是我追的她 现在多久了 现在我们在一起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我觉得我俩现在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她这个女生吧 就是最大特点就是特别作 特别喜欢拿我跟她的前男友做比较 我特别接受不了这点 我现在有点接受不了她了 我想把我们的关系降级 是这意思吧 对 有点那意思 我讲一下 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有一次夏天的时候 当时她感冒发烧了 我还专门去她家去照顾她 她说她感冒发烧了 所以说也不让我开空调 然后呢我到了她家之后 我把她要喝的药 然后水啊都给她准备好了 我觉得我爸作为一个男朋友 我觉得就是该做就做好了 然后呢因为屋里太热了嘛 所以说我就 马上到旁边的屋子里去吹水空调 结果呢就这点事 她就不乐意了 她就 哪有你这样当男朋友的 她就想起她前男友了 她就说 我前男友跟我恋爱的时候 那么热的天 她都一直在旁边照顾着我 然后都快中暑了 还陪着 你怎么就不行呢 然后就为这点事 然后呢 她就想要跟我提分手 主要是主持人 当时的时候 她帮我端完了水 药 然后她就去空调屋里 吹空调玩游戏 我当时还没睡着 你都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吗 你的细节呢 你是我男朋友吗 我前男友当时就对我特别好 当时因为 那为什么她跟你分手了 我当时幼稚吧 不懂事就错过遗憾了 所以你还很怀念你的前男友 不是 我只是说事不说人 就是吧 我理解你了 是难受 还有别的事 其实这种事还有很多 还有 再说一件 就是在今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肖宏有运动会 然后呢 他让我报名了一个 1500米的长跑 我跑着跑着就实在跑不动了吧 然后呢 我就有点说累了 然后我就直接从赛道就退场了 退场之后 然后他看见了 然后他又不乐意过来数了 我说 哎呀你怎么一点精神都没有呢 一点都不会去坚持 说即便你跑不动的话 你走也得走完全程 我就觉得挺没必要的 然后呢 怎么没必要呢 他就想起来 又说他前男友说 哎 我跟我前男友 一起参加运动会的时候 怎么怎么样 他说 我跟我前男友 当时参加运动会的时候 我俩弄得特别累 特别累 然后之后就躺在操掌上 还睡着了 这是特别浪漫的事 怎么没必要 大男子汉怎么就坚持不了了 主要是主持人 当时他跑不下来 我说没关系 我陪你一起走 我说你女朋友 然后咱们再有奥林匹克精神吧 但是他这点就不愿意了 而且我就想起我前对象 这个没问题 我觉得这个 对 我觉得我说的没有错 不是 你老说 你前对象干嘛 关键是 主要是当时我就 觉得他做的就没有 我前对象做的好 我前对象当时 因为我听见折腾 每天公交地铁 来回好几十公里 那么折腾都可以 他连个1500米 我陪你走 我说没事 最后一名也没关系 他都不愿意 他就是不太 他对象那么好 为什么散了 因为当时不懂事 就错过了 遗憾了 所以你还在怀念他 没有 只是说事情 又是对事不是人 对 我就觉得他没有 我前男友做好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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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为男人和理解 陆琪老师我们有同感吧 就任何一个女人是这样 咱都受不了 老师他就是 类似的就是除了 他怀念前男友之外 就是他还有一个 自己的理论 他说他的前男友 因为对他时代太好了 所以说如果之后呢 他也对之后的男朋友 那么好的话 那他就会 觉得会愧对于 他的前男友 这是一个 我听起来觉得 很荒谬的理论 因为前男友 对他太好了 所以对他就不能好 是这样的 只能降级处理 对吧 是这意思吧 是 主要是主持人是什么 这是个什么理论呢 都跟你分手了 你还对他好 不对他好 主要是主持人 他做的真的没有付出了 没有那么好 他要真的做的好了话 我都不会来比较 也不会这么说了 我肯定会对他好啊 就老师 就是他家呢 是这样的 就是还有很多事 他家有一个 比较小的妹妹 然后他家里呢 是希望他找一个 比较靠谱的男朋友 能陪着他照顾他呗 然后呢 结果有一次呢 他妈给我打电话 说哎小伙子 那个来家吃个饭 认识认识 我一开始 当时听完以后 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哎 能见个父母 然后呢 说不定我还能 推进一下我们关系呗 是是是 对 然后呢 听完这事之后 他竟然不乐意了 为啥 对我就不乐意了 他说哎 那个我跟前男友 当时他对我那么好 结果呢 我都没有带他 去见我父母 但是现在的话呢 你没有我前男友好 我凭什么要带你 去见我父母 然后老师你知道吗 真的 我听了这事之后 就特别生气 对对 无为鸿饼 前男友在哪 我们贴个学生启示 把他找来好不好 你看一说前男友 他乐 主持人 前男友已经是过去试了 错过就错过了 主要是 没过呢 在你心里可没过呢 你妈请他去吃饭 你凭什么阻拦啊 主要是主持人 他为我付出什么 他刚刚也说了 他也没付出什么 他也没有对我有多么好 他凭什么见我父母 他配吗 不不你可以说他不配 但是你不能说我前男友 都没有那个过 哎呀 严老师 这算作吧 这都不是作了吧 这是 就作了吧 这是欺负人啊 对 老师就是我觉得吧 现在跟他 在处对象的时候 我觉得 就抛块前男友的话 就是我感觉 就是可能因为 跟前男友有关 所以说 我在他心目中 我总是觉得 他对我没有爱意 因为就是 有句话叫什么呢 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觉得两个人恋爱的话 应该都是很爱对方的 但是呢 我感觉他的话 就特别喜欢 就是抨击我 还总喜欢 给我贴一些标签 他说我是顽固死地 老喜欢花家里的钱 我这么说你有毛病吗 有毛病还不让说了吗 因为老师 我们现在就是 还是在上大学嘛 就是我觉得就是 适当是找家里 就要一些就是 经济的那个男人是正常的 主持人 主要他都说了 我们现在都在上大学了 他现在还找父母要钱 要零花钱也没关系 主要是让他父母花钱 去给他花加油费 然后还让他 十万块钱去买车 我就觉得不对 哪有一个大学生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啃老 我给他贴着标签 我觉得我没有错 没有毛病啊 主持人 我觉得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 虽然是还在上大学 但是也算是成年人了吧 而且就是我觉得 我现在作为学生 还有一年才要毕业 所以说就是找家里 是要点钱是正常的 而且呢 这件要点钱吗 让父母给你买车 要点钱吗 让父母给你加油 要点钱吗 但是我现在还有很多 学业要去干 因为我现在还有就是 应付各种考试啊 什么的事 我其实是有很多事 要去做的 主持人主要是 我们同事大学生 为什么我就可以 边上学边上零花钱呢 你就不能自个儿 挣点零花钱吗 最主要的是什么 主持人 他有一个爱好 就是摄影 照相机 还是他爸妈 也是付的钱 没关系 这倒没关系 主要的是 他拿照相机 免费给小姐姐拍照 这个过分了吧 哦 关键是这个过分了 对吧 对 全那些不重要 对吧 最主要是他是无偿 他可以拿这个收本的呀 哦 可以给小姐姐拍 对 他也可以拿这个挣钱的呀 可是主持人就是 我跟那些拍照的女生啊 就是都是一些自己的好朋友 好朋友之间如果说 哎 我将拍个照啊什么的 我还找他们去要个钱 我觉得这点事也不值当开口 而且我觉得这样如果说 找他们要钱的话 就影响我们之间本身的友谊了 懂了 而且嘛 就是他老说给我拍照的那些人 都是小姐姐 就是一般男生很少说 哎 喜欢找个人给我拍拍照 知道了 别一说小姐姐看你眉飞色舞的 的克制 主持人主要是什么 生气的点并不是这些 他收各种异性的奶茶 帮人拍照片 天天跟那些异性混在一起 还是异性请他吃饭 他跟异性去吃饭 他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我就觉得我心里还委屈呢 其实他也是指照照片不对人 对的是事不是对人 就跟你跟前男友是一样的 前男友我说的是过去 他现在是现在是我心里 看了就不舒服 我他和异性天天在一块 是吧 是啊 哎呀他都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他给你拍吗 我给他也拍啊 只是给他拍的挺多的 但是主持人没有 给他那异性多 行吧你还吃醋啊 能出醋也算个好事 主要是主持人 还不是因为这点小事了 那你说大事 主要是他还有红颜知己 他和他的哥们兄弟啊 组成一个摇摇滚乐队 男的女的 男的 但是呢他招进了一个 跟他玩得特别近的女生 他俩走得特别近 他俩去外地音乐节了 我都没有跟他去过外地 是他们乐队去了音乐节 还是他单独跟那个女的去了音乐节 是我们乐队一起去的 你知道吗 一开始不知道 为什么瞒着人家 就是这个事的话 当时那个我没有刻意瞒着他 后来也跟他说过这个事 但是我觉得 首先这个事 我也没有太心虚的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乐队出去团建 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 主要是主持人 他和女孩玩得太近了 搁外地里干什么 我都不知道 而且就让人生气的是什么呢 就是刚回来不久 他们四个人 他就过生日了 那女孩送他一把吉他 我都感觉到关系不简单 那这个事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在之后嘛 当时那个他老说 那个女生送我电吉他 但是呢 之后的话 在那女生过生日的时候 我也又给他回送回去了 我觉得这样我俩的事就扯清了 就是有去有还嘛 扯清了吗 他给我送完东西 我再给他送回去 我觉得就是 这是一个正常 是元琴送回是吧 不是 是我又给他买了一个 别的东西送回去了 给他买了一个唱片 主要是主持人 他俩这一回一送的关系 我感觉更不简单了 肯定不简单 对 我感觉他俩关系都那么近 他俩直接搞对象不就好了 那还让我搞什么对象啊 哎呀 说得太对了 他考虑过我心里的感受吗 后来这事怎么结束的呢 总得了结啊 我就让他写检讨了 写了吗 我写了 但是呢 他还让我把这封检讨 就是在学校里 当着很多人的面去读这个检讨 主要是主持人当时的时候 我让他写一个检讨 我觉得不过分啊 太疼那女的送在这送那的 回来回去的 我感觉过不过分 我就想知道你读没读孩子 我最后没读那个检讨 我就感觉面子和对象 对他来说就是面子重要了 行 老师 我觉得就是 我跟他之间的现在的关系 就是已经淡了 我觉得我俩就是应该 应该放过彼此 分手是吧 对 有点 你就直接说 我接下来分手的不就完了吗 现实生活里分不掉啊 就是他现在呢 还想让我重新追他 他我觉得 特别把感情当儿戏 我觉得他脑子里 想一出试一出 还让我重新去追他 我觉得就是 有点不太想了 明白了 怎么就当儿戏了 不是 人家都想离开了 你还让他重新追他 主要是我来这个台上 我是想要和好的 然后我想把这些误会解开 这是误会吗 没有什么误会啊 我觉得应该去找前男友啊 主持人 我拿前男友 只是说是 然后不是对人 然后主要是他真的 没有为我付出什么 我想让他 不是 他没付出什么 所以他走不就理所当然吗 对不对 因为主持人 我对他还有感情的吗 有啥感情的 前男友那么好 对他有感情 你可跟我们说了你的原话是 你一点都没付出 你付出什么了 那他到底对你是好 还是不好呢 只是主持人主要是 他一会儿玩副虎车 一会儿玩编曲 一会儿玩乐队的 一会儿又玩智能玩娜的 他把所有注意力 都放在爱好 还有免费给小姐拍照 我实在是心里委屈 我觉得他应该把注意力 分散在我的身上一些 我就感觉特别委屈 我想让他改变一下 我想还想和好 行了 让这姑娘说 我还想和好这几个字 不容易啊 然后姑娘这番描摹 基本清楚了 就是在男生现在的世界里 除了学业 还有他的爱好 对 除了他的爱好 才是他的恋爱 现在你想让这个男人 把他更多的生活空间 向你打开嘛 就想要多关心一下我 多给我一些视觉 现在人家是想走嘛 所以女生提出来了说 能不能留下来 我们再来一次 男生说 我真的想走了 我受不了了 各位老师 你们要帮谁呢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听到最后 才听明白 开始我还真是觉得 女孩真是作 哎呀 总是在怀念前男友 但是听到最后呢 我还真不是这么认为了 刚才男生说 要提出分手 我还是觉得蛮解气 但是女生最后弱弱地 说出了她的心里话 貌似其实你的前男友 是你的天花板啊 哇对我这么好 那么好 为什么分开呢 是因为你折腾 你作 马上他也成为 前男友的时候 你依然会有同样的想法 当初为什么 他对我这么好 我不珍惜 我折腾 所以你一次又一次地后悔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 从上一段感情当中 你认到了错误 知道自己到底 做错在哪了 怎么去避免 同样啊 这就是重蹈覆辙吗 这就又上演了 同样的一轮戏吗 你还会跟下一任说 哎呀 我的前任对我是太好了 为了我拼着命地 跑一千五 我发烧了 感冒了还来陪我 然后还要给我写检讨 等等等等 为什么总是在回忆过去 总是在后悔 不能够改正错误 你太弱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你一说 他有这么多的爱好 他的人生很丰富 他的朋友很多 他感兴趣的事情也多 所以他是发光的 而你不是 你就是一味地抱怨 拿着过去错过的一份感情 在让他去达到这个标准 然后弥补你的遗憾 为什么你的爱情总是遗憾呢 就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自己 你以为一个男人爱你 你就是最幸福的那个吗 你什么都不做 你就开心了吗 但是对方给你的爱 随时可以撤回 就如同你前男友和现男友一样 当没有他们之后 你什么都没有 他没有你之后 还有乐队 你一无所有 你还作什么作 好虚弱好无力啊 我认为今天在六十秒的当中 你要和他说对不起 对过去你的作说对不起 至于是否他还愿意留下来 看他现在的感受 你总是抱着上一段恋经 你出不来 那一定会伤害到下一任 就这样 女生你从小是被人赞扬长大的吗 还是说你爸妈对你比较严苛 会经常说你这里那里不好 我爸爸妈妈爷奶都比较宠我 你知道你去和一个人相处的时候 你特别地拧巴吗 就是你口中说的 我特别看得上的 特别喜欢的那个前男友 但是我们分手了 如果你是一致的话 你应该说他真的什么都好 对我好这好那好 我要去追他回来 你没有 然后眼前的这个现男友 他这不好那不配 你知道你刚才说出特别难听一句话 说我前男友都没有机会去跟我妈见面 你配吗 也就他还能站着 换别的男的有一点自尊的 转身就走了 谁配谁去 我还不稀罕了 好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都是难听的话 明明是喜欢他 想留住他 就要用最难听的话打压他 羞辱他 这是多简单的逻辑 你想和一个人好 就要把美好给他 你想看到这盆花开出美丽的花朵 就要浇灌他 你每天用难听的话说他 你还指望他喜欢你吗 你还指望他给你开出爱情的花吗 怎么可能啊 姑娘 咱先学会一致的做人 自己想要什么 用正向的方式去努力取得 自己不想要什么 就用不想要的方式去拒绝 而不是拧着来 那你永远收获不到符合心意的幸福 男生我觉得他是 至少心里有爱 不会表达 你啊 你说出来我更不喜欢 你其实对他没有什么真心 你看你一个有女朋友男生 拿着照片给一堆小姐姐拍照片 告诉人家这样漂亮那样好看 哇你真棒 你不觉得清福吗 组一乐队合一女生 你们四个人去外地 不跟女朋友交代 你心里把他放在那个重要的位置上了吗 你过生日人家送一把电吉他 一个大学生送电吉他给你 那是重金啊 他对你没有意思才怪 你装装件件是实实在在伤他的心 他是傻了吧唧不会谈恋爱 你是压根心里就没把他 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你要觉得这小姑娘 我不喜欢太作了 没意思也不捧着我 你就告诉他 好聚好散 说声珍重 这是我给你们建议 谢谢 谢谢老师 别低头 王冠会掉 已经掉了 真的 我说真的 别低头 王冠会掉 要当小公主就当到底 脖子 哽着就哽到底嘛 这时候有什么可低头了 我一开始可不喜欢你了 后来我琢磨 我细琢磨 我发现你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 你说他没毅力 他真没毅力 你说他自己不会挣零花钱 有就算了 还要跟爹妈要十万块钱买个车 你说一个大学生买车干嘛 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对的 然后你说他和乐队那小姐姐 我觉得确实也有问题 后来我发现全对的 问题是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姑娘 你说话又难听 然后呢 零了零了 你还有低头 这就不对了 刀子嘴 不是在这个地方用的 刀子嘴 不是真的伤人心 它是起一个警戒的作用 能理解这个是什么 能理解 你就是有一点情感关系紊乱着 就是一个人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就各种挑剔挑剔挑剔 一个人要走的时候 哎呀你又受不了了 这是情绪的吞没 不是真正的喜欢 你有真的喜欢他们 你也没有嘛 没有那么多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 又柔又面 而确实有问题 就你做的那些事吧 都是边界感 都是不太明确的 主要是 你这个前女友吧 她说话太难听了 以至于掩盖了 你身上的很多问题 我就给你一个建议 就你要分手就分到底吧 好 给你一个建议 就未来啊 就嘴上要与人为善 心里要 把爱表达出来 等到真正 事情来的时候 一定要狠得下心 事情来之前心要软 事情来之后心要硬 好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这姑娘呢身上有特别拧巴的两个点 然后一个特别好 一个特别坏 这个好的点呢 就是特别体恤自己的父母 会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大学生 父母花钱供我们读书 已经很辛苦了 我们要自己能做兼职 做兼职 不能给父母增加额外的负担 会坚持说 男孩子你找你爸妈要钱买的车 和你爸妈给你付的油钱 我就不做 我跟你约会 我只愿意跟你坐公交挤地铁 因为这个才是我们脚踏实地的生活 就这一些都特别棒 姑娘 从这一点上来看 就你的父母的培养非常成功 你会是一个靠自己的能力 可以活得很好的姑娘 但是另一方面呢 就是你的善解人意 同理心 在恋爱关系里全无 你在恋爱关系里 就成了一个剥削者 然后对于对方 没有一句好听的 并且理直气壮地说 我对你责骂或者侮辱 都是为了刺激你 为了提高你 你的人生是被谁这样提高过吗 姑娘 没有 你没有被人用恶言提高过 对吧 没有人拿别人的孩子来跟你比 没有 那么你怎么会想出 用这个方法来逼这个男朋友 我只是想让他变得更好一些 只是我不会表达而已 你的妹妹多大 八岁 妹妹出生以后 父母对你的爱少很多了吧 是 你听到的这些话 也许是父母对妹妹说的吧 你怎么就不能像你姐姐一样 好好吃饭 你怎么就不能像你姐姐一样 怎么怎么样 于是你听到自己的父母 在数落妹妹的时候 会更加小心翼翼地要求自己 表现得要尽善尽美 因此得到父母更多的爱 是 所以当你的身上 没有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 那就一定是 你身边有一个人 此刻正在遭遇这些语言的洗礼 不然你不会用到这一套方法的 在妹妹出生之后 你的世界忽然就变了 父母不再以你为中心 得不到了原来全心全意的爱 所以希望在情感关系里头得到弥补 你希望一个男孩子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是全心全意的 眼里没有别的姑娘 哪怕是兴趣爱好都可以放到一边 你在补偿自己忽然一下缺了一脚的 那一个少年时期 你那个时候应该是13岁左右 妈妈怀孕 14岁左右 妈妈生女儿 然后你会在自己的一个 特别敏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头 有的时候还得当一个小妈妈 帮你妈妈来照顾妹妹 在家里头被迫当那个懂事的姐姐 一旦恋爱的时候 好希望有人能够疼惜你 在乎你 全身心地陪你 就像14岁之前 你的父母对你那样 一句 processor 你生意识到这个第一档球 好久你啊 还在天族 看起来 看起来 最后一开始 好久你啊 对我 好久你啊 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其实最初的时候 我觉得 就是咱俩当时还挺好的 但是后来吧 就是还是挺 接受不了你的一些问题的 而且 你也说过你要改 但是你也没有实质的改变 而且 虽然我知道我自己 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吧 就是 我觉得咱俩 其实最好的结局就是 放过对方 不好意思 是我之前有一些 小性格不懂事 但是我也是有一些 是想让你变得好一些 再见了 最后三秒 谢谢老妹 请回请回 第二期前的观众们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2 情感客户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来 曲总做一个预测 真的双 双不出吗 对 我觉得男生很决绝 女生 应该也想清楚了 双不出吧 双不出 我希望双不出 肯定双不出 这么一致吗 嗯 来 请开门 请开门 双不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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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就更完了 说什么我是那个老黄瓜刷绿漆装单 我只是说什么 想她真实一点 就我们两个人搞对象 她为什么要搞得那么虚呢 这有漫不真实的 对吧 你不认识我是怎么着 而且咱们毕竟是年龄上来了 对吧 咱们不是那小孩了 穿的就不要那么暴露了 什么叫暴露 我必要贬低我吧 你有点不尊重我了吧 只有我是你男朋友 我们这种亲密的关系 我才能跟你说这样 然后男朋友就能守我装男 你这个话主要捅到了 女生的这个心窝子里了 对吧 对 就这种表达方式 让我特别接受不了 就是慢慢磨合嘛 适应表达就行了 正好不是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 是不是 是啊 就是 行 就当嘴不好 不会说话 你跟我不会说话也就算了 然后我就带他去见我父母嘛 因为本身我家里就我一个 我父母比较宠我 然后也知道就是他比我年龄小嘛 也不是本事的 然后包括他的原生家庭啊什么的 他父母离异 然后我父母就有点不放心 想替我把把关嘛 然后就觉得他反正租房子 就想他在我父母的那个附近 租一个房子 就是也方便 提前沟通一下感情 就是来往啊什么的都方便 然后真到了那个 以后有谈婚论嫁的那一天呢 我父母还说提出来 给我们出钱买房子 行 这姑爷就算看上了呗 但是就是他就觉得 我父母这样做是不尊重他 可能就有点看不起他 然后他就是背着我 给我母亲打电话嘛 然后就跟我母亲说 就是那个 你是想替你女儿拿钱 那意思买我吗什么的 然后还说 以后我们的事您少参与 以后咱也尽量少见面 他说他跟我母亲那意思 以后少见面 你看主持人啊 您听我说啊 根本其实不像他说的这样 那么简单 首先呢 我的工作单位啊 离他们家 可能是有一段距离的 那么好就是 哪怕有距离 但既然他的父母 提这样的要求 我没问题 我可以帮过去近一点 然后呢 家里面平常有什么活干嘛的 需要我去做 也没问题 也可以上门 但是就是说啊 有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话的 这种语气态度 就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就是有一种居高临下 有一种施舍的那种感觉 尤其是总之说 那把这个考验的这种词啊 放在嘴边 就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好像我是他们家的一个临时工 然后得经过他们家的这个考验 然后才能去转正 然后最后再给我来一套房 这是搞分配嘛 那只是你自己觉得 就是你容易把这一想成十 就是结婚之前 我父母多问你一些东西 多了解一些东西 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听明白了就是 女方的父母 在表达一些 关心层面的东西的时候 男方比较敏感 觉得刺到了他的那个 内心的柔软的地方 是这意思吧 对 这还好 其他就没事了 是 就是你说我除了比他大三岁 但是其他方面 我觉得我还可以 然后就是我工作呀 是跟大三岁什么 没关系 他老爸这个年龄挂嘴边上 然后我就说 其他方面我觉得我都还可以 因为我本身有做保险的嘛 做销售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跟他也说 我说你有时跟朋友啊 亲戚出去吃饭 你可以顺带嘴说一句嘛 就了解我这个工作 然后有需要的可以找到我 挺好啊 对啊 但是他就不喜欢 他就觉得我是利用这个什么感情牌杀手 然后有一回在饭桌上跟他的朋友吃饭 然后我就加人一个微信 给人推一个保险 当我在给人推的时候 人就把我给删了 还是他让删了 然后还告诉人家 别听我洗脑 他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做这个工作 我根本没有那样的意思 首先我本身做的就是服务行业 也不会对其他的行业产生就是这种歧视也好 我也不去反对你做什么行业 只不过说我不喜欢你这种做事的方法 为什么非要找我们身边的人去做呢 别的人不可以吗 本身我这个保险的工作性质就是维护老客户发展新客户 我也没有强买强卖啊 你为什么发展 我身边的保险对于保险 你了解吗 不是特别了解 你不了解你为什么那么反感他呢 就是他总是找我身边的人这种行为 没有问题啊 也许他真的帮到他们了呢 这个或许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舒服 所以你先了解 好不好 先了解 主持人跟工作性质没有关系 我有一个副业是做医美 然后我就想考个资质账 太不支持 他说我要去考 他就把我的餐口书什么都给我撕了 为啥 这个 这个真不是针对他这个行业 他去做医美啊 给他介绍这个工作这个人 是我觉得有问题的 因为给他介绍这个工作的人啊 是他这一个男性的闺蜜 年龄呢 可能比他还要大个几岁 哦 那是得防止点 咱们不说那个吧 咱就说 他在明知道我们两个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还带着他去相亲 一边给他介绍工作 然后还去给他带着去相了个亲 你说说吧 这是怎么回事吧 但我没有去啊 我没有去 而且我跟我朋友也解释这件事了 因为本身他们俩就谁也看了不上谁吧 那也不能 明明知道我们在 对啊 我也替他跟你道歉了 但是本质上我也没有去 我也告诉他了 以后这样的事不要再干了 这个就不是你去不去 你没去我当然很高兴了 但是这个跟工作是两码事 人家带我挣钱 跟这件事 我觉得不能并为一谈 我就觉得他这个居心啊 就不良 他这种行为 我觉得很不地道 行 对啊 那我也跟他说了 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 我就不说你这个闺蜜吧 主持人你跟我说 他的闺蜜 他男性朋友可能比较多一些 像我的话 自从我们两个谈恋爱以后 我的女性朋友几乎就很少了 他的另一个男性闺蜜是怎么样呢 年龄比他小一些 然后是一个单身的 像您刚才说了 我不是我防不防着点吗 起码我一听单身 我可能就比较敏感 然后这个人是怎么样呢 单身还爱玩 尤其是总喜欢带着他一起出去玩去 每次就是出去喝酒啊 玩得特别晚 那他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当然不放心了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就给他打电话 我问一下他们在什么地方 需要把我去接一下呀 结果呢有一回啊 我给这个他打电话 是他那个闺蜜接的 首先我很好奇为什么他接的 当然这个我先不问 然后他接了以后 我妈让他问的 我上厕所了 那我不知道你具体是干什么 我只知道最后是他接的电话 他接了电话以后告诉我 不要他们玩的时候 去给他打电话联系他 这样会影响他们的兴致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 我是他的男朋友 他在外面跟他们一起玩 我作为男朋友打电话 关心一下 没有问题吧 结果惹得他还不高兴 最后他也没告诉我 他们的位置在哪 还是我通过我们其他的朋友 知道他们在哪块 然后我才过去 想把他接回来 我看他已经喝了不少了 我说我去了 把他接回来吧 结果他这个闺蜜啊 还站起来把我给拦住了 说什么 今天不能让我把他带走 还说我以后啊 就老老实实当我的嫩草 您说我这算嫩草吗 那天我回去之后 我不也跟你解释吗 我说他喝点酒 你也别跟他说的话 那他最后说那句话 什么意思 什么叫他如果说 明天让你和他之间 选一个的话 你肯定不会选择我 肯定会跟我分手 那不是他说的吗 我能选吗 他为什么能说这样话呀 不 请你在那个小男闺蜜 和男朋友之间选择一个 你选谁 我觉得这个选择 没有任何意 他是我男朋友 那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不是 就被你男朋友 那朋友不要了 那朋友得罪他了 伤害他了 但是我觉得 我今天要做了这个决定 伤害他了 羞恶他了 以后我就没有朋友了 羞恶他可以给他道歉啊 然后把这个事解释开嘛 好 这事我听明白了啊 还有别的事吗 我再跟您说一个吧 我后来呀 就打算带我的女朋友 去国外转一转 因为我的父亲在那个国外 连着去外面看看我的父亲 然后还可以去游玩一下 然后掌掌见识 可以看一看那个国外的餐饮 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呢 我就想报一个这个英语培训班吧 然后我们两个突击学一下 然后去 结果他呢 就非但不去 还跟我说什么 我总在控制他 我总在要求他做什么 您说这是不是属于 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不是在控制我吗 你说那话什么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这都什么年代了 我不能有我自己的主意是吗 他根本就不是在和我商量 就是已经做好决定 来通知我一声 对吧 这次听懂了 我所有的工作呀 什么的都在国内 我也可以有我的想法 对吗 咱俩还可以协商 就是因为我当时没有答应他 这人就平白无故地 消失了一个月 然后后来我还是通过别人 知道他去留下了 我为什么不知道 人家把我朋友圈屏蔽了 你就说他这种脾气 他这种处理事情 这种方式那么极端 我真的觉得 我就接受不了了 都够不成熟的了 所以今天你是来跟他分手的是吗 反正就是我现在 就是你别看我平时大大咧咧 但是在感情里 我有点拿不定主意 但是我现在跟他在一起 太累了 只要是不按照他的那个轨道走 现在他就得不高兴 我天天因为他这大男主义 天天在迁就他 那我就直接问吧 您今天是来跟他分手的吗 我今天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他要能改的话 我愿意给他四季 别给人一次机会 看能不能给自己 留一次机会吧 这听明白了啊 找了一个男朋友 因为生活环境不一样 家庭背景不一样 双方队很多事情的认知 实际是不一样的 站在各自的角度都没错 男生有很多问题都没错 站在女同事角度更没错 那为什么两个人 就水火不容了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水火不容的根 水火不容的根 两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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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所以能会说出这些重伤人的话呀 女生其实我也觉得你不太喜欢她 刚才主持人问说 如果你的朋友羞辱了她 你会怎么办 你说让她道歉呗和解呗 那我可不能说不和这个朋友相处了 那我就没朋友了 你也没有那么喜欢她 如果你很喜欢她 当你亲爱的男人受到了羞辱的时候 你会断然说那个人坏 她羞辱了我心爱的人 我不和她来往 少一个朋友怎么样 你也没有 其实在男闺蜜这一点上 她和其他的男生没有什么差别 男人都不接受自己的女朋友 那么亲近的男闺蜜 还说什么 今天你不能把她带走 所以你也没有多喜欢她 你的男闺蜜 才会在她面前那么猖狂 我觉得两个年轻人可能在需要一份温暖的感情 彼此慰藉的时候遇到了一起 产生了一些火花 但是核心你们并没有去欣赏对方 进而导致了不尊重对方 所以产生了这么多的不愉快 你想想你们之间的情感的内核是什么 如果这份彼此想要温暖对方的慰藉 不足以支撑你们 慢慢地磨合好 欣赏对方 尊重对方 那就会坍塌的呀 所以认清你们感情的实质 自己去决定何去何从 是把这个快要坍塌的感情修复一下 注点水泥 让它更坚固 还是算了 我们反正也彼此没有那么相爱 他就他了 谢谢 没有相互接纳 也不能相互接纳 这就是你们现在的问题 就有点鸡同鸭讲 两个不同的族群的人 融不到一块 油和水怎么相融呢 我倒是看到了另一个事儿 就是我们习惯了服务行业里面 所有人对我们笑容可掘 但是据我的观察 基本上做服务的人回到家都特暴躁 真的就是在外面受委屈也受多了 情绪堆压的也很厉害 恰好你们两个人都是这一类人知道吗 在外面都得对人点头哈哟 所以肯定要有宣泄 肯定有对于家人的一些不够周到各方面 所以才形成了你们现在的种种矛盾 恰好是这种种矛盾说明你们是在努力的想要建立一个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建立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你们不知道有问题 就是热恋期你们感受不到两个人之间有问题 反正你能我能把大家谈着恋爱吗 都没事 第一个阶段六个月之内就结束了 第二个阶段六个月到一年左右 我估计就差不多你们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知道有问题了就开始闹 在一年之内如果你们各种闹 然后一闹就要分手的话 那么证明你们的爱是不够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想好好去解决问题 如果你们愿意花心思花精力去解决问题的话 那么这一关是可以过的 一直到进入第三关 第三关就是你们真正的建立起一个亲密关系 你们现在是在第二关里面 其实我跟你们讲 就解决你们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难 就是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打开 你们不打开自己生活的结构 别人是进不来的 你们连真正的了解对方内心 可能都没有完全了解透 都没有他男闺蜜了解透 那到最后怎么建立这个东西 我建议你们两个人促膝长谈吧 真的促膝长谈 甚至痛哭与长夜都可以 就聊一聊自己的心酸 聊一聊自己的不容易 聊一聊自己为什么要有这个朋友 他曾经陪我经历了什么事 你说一说你在工作里面 生活上面所经历过那些事 你们去透彻地了解一下对方 再去想一想我要不要去接纳这个人 我要不要对他打开我生活的结构 否则就只能散了 就这样 没用 别聊了 你们俩根本都不是 你俩根本都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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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